一个人自信是件好事 但太过自信可能是一件坏事 原本5小时能跑完的路线 最后他用了一个月完成 罗伯特39岁 是一名长跑爱好者 也是马拉松赛斯的常客 2024年7月31号 他驾车来到华盛顿 北瀑布国家公园跑步 距离上一次挑战这里 已经是4年前 他规划好全部路线 预计带着狗狗能在5小时内 完成32公里的挑战 这次跟过去一样 轻装上阵 他只带了背包、手机、地图和水 然而这次挑战有点不透 因为罗伯特跑着跑着就迷路了 他根本不知道 国家公园在2021年和2022年 发生过森林大火 导致部分区域长期关闭 因为大火的关系 原本清晰可见的路线 已经变成杂草重生 难以辩认 正常人遇到这种情况 大部分会选择远路反回 但罗伯特不走寻找路线 很想知道这条小路后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 好奇害死猫真的不假 罗伯特越走越远 越远越偏 即使手机没有信号 快要没电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他自信自己能解决一切 直到第三天 他终于意识到 事情已经超出自己能掌控的范围 他完全找不到回去的路线 作为一名长跑爱好者 他没有食物 没有野外求生经验 手机也没有信号 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自己强壮的体魄 和那小小的背包 为了活下去 他让自己的拉不拉多 去找回家路线 而自己继续前进探查 不过这看似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真的起到作用 因为几天后 狗狗在河边被生命馆里面发现 但遗憾的是 宠物并不会说话 如果罗伯特没有跟他分开 估计现在已经获救 为了生存 他一直沿着河流前进 咳了就喝河水 饿了就在灌木丛林 栽不知名的江国吃 虽然味道又酸又涩又吃不饱 但有次总比没有好 偶然发现大蘑菇 罗伯特也没有理 有毒没毒 直接放进口中 吞进肚子 因为他真的太饿 最后他找到一个 熊冬眠使用过的洞穴 终于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在野外求生的这段日子里 罗伯特曾两次 见到直升机从他头上飞过 他试图挥手 大喊救命 引起飞行员的注意 但每次都徒劳无功 在罗伯特四连五天后 母亲因联系不上儿子 立马报警 警方很快在国家公园 找到罗伯特的车子 搜救队伍也立马出动 进行全面搜索 但森林实在太大 要找一个人 真的很不容易 其实当时罗伯特 距离徒步入口 只有15公里 不过这条路封闭后 平时很少人经过 所以他再怎么呼救 也很难有人听到 最后几个星期 他已经忘记了时间的概念 因为饥饿和疼痛 让罗伯特有近两周 在同一个区域不沉动过 白天晒着太阳打盾 饿了喝喝水冲击 晚上靠小小的背包预寒 根据科学研究 人不吃东西 单靠喝水冲击 能撑8到21点左右 罗伯特撑了30天 8月30号 罗伯特维持这样的状态 已经一个月 他知道自己到了极限 很可能熬不过去 所以他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再一次大声呼喊 救命 或许命不该绝 一名站到维修人员 在返回营地的时候 听到他的呼救声 此时 罗伯特已经受到不成人心 对方立马脱下外套 给他披上 还为他吃了一口 涂满花生酱的玉米饼 根据罗伯特后来回忆到 这是他吃过最美味 最好吃的食物 比什么A5和牛鱼 一直这样都要美味许多 最后他们用直升机把他送到医院 除了身体有点虚弱 体重掉了20多公斤 健康基本没什么大碍 休养了一个月 已经可以出院 我是TK 下期见 在第一个月 下期见 我现在看到了 我可以出现 期待 小时 我都可以出现 订阅